E之各股推介是信誉光學2382 經濟日報投資業話組簡選原因是 藍籌股普遍跟隨大市向下 股份可以留意從底位反彈的信誉光學 市場看好2024年手機市場復甦 國源國際預期AI新技術提升 有利於創造更豐富的AI應用生態 增加消費者應用及引力 同時過去幾年 消費者換機需求不足 換機週期從兩年拉長到三年以上 預料今年往後的換機需求會提升 2023年發表的旗艦機營之中 前望式攝影、大光圈等更強大的攝影功能 是各手機廠商的重要宣傳點 受惠AI及光學星級手機鏡頭 及模組供應商信誉的盈利增長前景改善 信誉的股價自10月底 見底回升至今升超過四成 大幅跑贏了大市 策略上順雨可以逢低吸納 可以等候近期上升軌附近大約70元吸納 目標看7月份高位80元區 跌穿66元就減蝕